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起来做sourdough starter就是酵种 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有两个食材 就可以培育出又强壮蜂窝壮满满的天然酵母 很适合用来做sourdough还有panetone 它可以延长面包的保质期 而且长时间的发酵帮助增添面包风味 首先要准备未漂白的高筋面粉 就是unbleached bread flour 它是无化学物的 这样子的话可以保留天然的营养 脉 肤皮 还有胚芽 来帮助酵母更好的吸收养分 那么我今天用的是 蛋白质含量13%的面包粉 所以你看它的包装后面有写 是未经过漂白的面粉 所以里面还有这些enzyme 是适合拿来做酵母的 首先拿30克的未漂白面粉 还有30克的过滤水 比例是1比1 所以是100%的含水量 充分的搅拌均匀成团 是这样子 较粘的 把它们放进一个消毒过干净的玻璃罐 要至少有4倍的容量 就是面团的4倍 把它刮平之后呢 松松的盖上就可以了 空气介入可以帮助捕抓这些野生的yeast 那么放在室温发酵24小时 第二天你看动静很少 有微小的气泡而已 那么我们需要保留30克的酵种 丢弃剩下的 30克的酵种 加入30克的这个面粉 还有30克的水 也是1比1比1 100%的含水量 搅拌成团 好了之后 可以放入同样的玻璃罐 或者是直接在罐中混合也是可以的 铺平了之后呢 松松的盖上 用塑胶来做记号 之后室温发酵 12小时之后可以看到 它起到两倍的 那么它发直到两倍半之后 它就塌陷了隔天 而且下面有这一个 这层水呢 是酒来的 叫做Hooch 就是代表它已经饿了 需要喂养 那么很多气泡 而且今天的味道 是有呕吐的臭味的 这个是正常的 它稍微吸得像酸奶一样 那么没关系 我们继续的来培养 保留30克的酵种 其他的丢弃之后 再加入同样分量的 面粉和水 放入罐中 铺平 轻轻的盖上 之后用塑胶来标记原本的高度 室温放24小时 第四天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长到三倍大之后又塌陷 现在下面也可以看到这个Hooch 或者是酒 也是代表它饿了 今天会有酸醋味 就是没有那种呕吐的臭味 可是是酸醋味 那么它的浓稠度也是像酸奶一样 一样保留30克 之后再加入同样的高筋面粉 还有过滤的水 也是一样 100%的含水量 松松的盖上 之后呢 再放置24小时 可以看到它长到两倍半之后塌陷 今天呢 可以闻到有青苹果味 慢慢的变成fruity的味道了 一样保留30克 轻易的丢掉 之后再加入面粉 还有过滤水 继续的用塑胶来标志高度 之后呢 这天我们要把它们发酵到顶点就可以了 它发到两倍半 之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气泡 也是青苹果味 它开始浓稠了 你看到吗 开始强壮之后呢 你用这个浮水测试 面团沉淀 就是还要继续喂养到更强壮 那么它开始强壮 你就可以一天喂两次 也是一样 1比1比1 松松的盖上 之后再用塑胶来标本 继续让它们发到顶点 这次呢发到三倍大了 非常活跃 也是有青苹果味 而且是很浓稠的蜂窝状 越来越强壮了 之后一样保留30克 这次你可以保留你的气肿 可以收藏 之后混合好同样分量的面粉和水 继续的发直到顶点 你看到眼顶状吗 就是还没有到顶点 要继续发 发直到12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看到它的顶部开始平整了 这个就是顶点 所以每次要注意看 不同的面粉 它发到顶点的这个速度也是不同的 继续的加面粉还有水 一样1比1比1 标记好 之后一样让它们发到顶点 这次用9个小时就发到了 也是起到3倍大 非常的活跃 现在有麦香味了 而且有果香味 那么继续保留30克 加入同样分量的面粉和水 继续的培育直到顶点 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 发到3倍半大 只用了9个小时 可以看到它变成浓郁很多 那么今天呢 我就保留15克的这个酵种 1比2比2的分量 这样子比较适合拿来做隔夜 那么气种也可以冷藏 三四天内用来做其他食谱 所以你看它发到顶点 大概12到13小时 发3倍大 那么轻盈干净利落的 摇起一小部分 来做测试 看到吗 面团浮在水面上了 就是说酵母在顶点 成功了 可以开始使用了 这个酵母 你看蜂窝状满满的 所以比如你的食谱 是需要125克的酵种 你就可以直接培育到150克 培育多一些呢 剩余的可以继续拿来培养 做下一次的烘培 所以就50克的这个酵种加入同样分量的面粉和水 继续的室温发到顶点 你看只用了六七个小时就发到三倍大了 非常的高啊满贯了 而且有麦香味果香味 还有这些蜂窝状满满的 现在非常的强壮 可以开始拿去做欧包了 看到吗 终于成功了 那么七种呢 在第六天起就可以开始冷藏 三四天内使用 那么我有这个Pancake的食谱 就是用这个Sour Dough Discard 不要浪费 可以拿来全部的材料 拌匀之后呢 用中火加热防粘平底锅 可以稍微加点油 勺入面糊 整圆 看到有气泡了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翻面 哇 漂亮的颜色 金黄了之后再翻面就好了 继续的重复 直到全部的面糊做完为止 非常的容易做 所以呢 这些气种从第六天开始呢 就可以使用了 它就像面粉和水的混合物一样 可以拿来做各种不同的食谱 我今天就做了Pancake 它也可以拿来做Pizza皮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然酵母了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的Summary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面粉来做调整 如果它不能发的话 请继续的喂养 直到成功 不要放弃哦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